大家好,我是来自香港的习习生 现在呢,已经是我待在北京的第三个星期了 而我在这里发觉到最有趣的事情就是 北京和香港的消费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因为在香港呢,我们非常习惯使用 巴达通、现金或者是信用卡 而在内地呢,就非常习惯的使用电子钱包 就好像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等 但是其实我一开始是办不到银行账户的 所以也申请不了电子钱包 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有一些不方便的 所以呢,我今天就决定我们要来采访一下内地的旅客 看看他们的意见 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如果说在香港的话,其实有时候我会用现金 所有人都用微信啊 然后有时候我去那个商店的话 我要是跟他说我用现金付的话 他们可能没有现金交换给我 它们可能没有现金交换给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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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想法,它们可能没有现金交换 但对,我都知道大家都用了微信 我没有想法,但我没有想法 但我还找到它们很友善和适合 我觉得香港还没有一个像微信一样这样的APP 来让所有人都可以快速地去用这个网上支付 我觉得其实什么Apple Pay 或者说Android 那个Android Pay 其实可以 但我觉得可能还没有那么普遍吧 我们开始了 我们开始了 我们的美国是很远的 我们在说我们的确计卡是很远的 他们不是确计卡 中国人的确计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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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在中国人的确计卡 我的美国人的确计卡 基本上 他们的确计卡 有一个人的确计卡 人们使用它 我自己的确认 我自己的确计卡 我自己的确计卡 有些公司 但我们的确计卡 但我们的确计卡 是很便宜 因为你也可以聊到别人 然后我们的确计卡 我们的确计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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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完这个访问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不同地方的人 他们都有着非常不同的 消费方式和习惯 而我呢 作为一个实习生 又是一个旅客 也在这里体验到了 和香港非常不同的 生活经历 而接下来呢 我还会在这里 实习一段时间 非常期待 能够在这里 发觉更多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